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媒體新聞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 就以習近平密謀顛覆美國作為標題 刊登了一篇獨家的調查報導 實情這篇調查報導歷時四個多月才完成 一共訪問了二十多個分析人員 政府人員和中美關係專家 這篇調查報導其實是旨在說明 中共的野心絕對是遠遠不僅要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結果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篇調查報導 首先就是以 Twitter和其他社交平台上的一些 可疑賬號 作為引指 其實這個奇怪現象 有不少香港的網民 一早就察覺到有多少端藝 就是發現得到在Twitter上 尤其是在近這半年期間 就湧現了一大批的賬號 這批賬號 一點擊進去的時候 其實都是空白的 沒有什麼個人照片 個人的內容 但是偏偏他們就是非常熱衷於 評論美國的政治 以及就是批評美國的社會問題 反正他就是 非常熱衷於論證 但是沒有什麼個人特色 有很多類似這樣的賬號 這篇調查報導就發現 這一批的可疑賬號 根本上就不是真人戶口 背後就是一堆機械人 或者是由真人控制的網絡水軍 這一篇調查報導是怎麼發現得到的呢 原來就是 在這些熱衷於論證的鐵文當中 偶爾間就冒出了一些中文字出來 露出了馬腳 實際這一批熱衷於論證的可疑賬號 他們就是在扮演一些美國本地人 為什麼會出現一些中文的鐵文呢 所以就是被人揭發得到 根本上就是流行的 那這些傢伙在網絡上 假裝鬼假裝馬 就一定有他們的目的 目的就很簡單 就是為了在輿論上帶風向 就是為了製造混亂 原來這一堆這樣的 可疑賬號 他們就沒有一個明確的黨派傾向 反正就是見逢插針的 凡是見到你那些美國網民在內部出現了矛盾 激烈辯論的時候 他就加把嘴進去煽風點火 比如說有些賬號 既支持Black Lives Matter的 示威活動 同時又去支持警察 就是根本上亂來的 反正看到你 去罵警察的時候 他就加把嘴子去罵警察 看到你去撐警察的時候 他就又跟著嘴子去撐一份 總之他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這些可疑賬號 根據這一篇調查報導所引述的澳洲專家分析所說 中共這一種的做法 就是想從內部來改變 甚至乎是顛覆美國 從而培養美國人民 對中國的正面看法 凸顯美國境內的分裂現象 其實 面對著這些網絡水軍 香港人早就已經司空見慣了 尤其是在網絡討論區 或者是YouTube的留言板 就簡直是比比皆是 凡是反對派陣營內部出現了一些 矛盾 衝突的時候 總是一些可疑的帳號 去劍拔嘴 撥火 總之就搞到你有那麼分化得那麼分化 實際不要說這些匿名的帳號 就算是有名有姓的評論人 都被人懷疑 究竟他是否專門搞分化的 罵對家就是 十句得一句 罵這個同路人 自己有十句也有九句 那到底這些人的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很聰明 就察覺得到這些端藝 不過現在 美國這篇新聞周刊的調查報導 才察覺得到 香港人一早就已經知道這些東西了 真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提倡說什麼不分化不割蓆 啊 好了 新聞周刊另外又提及到 說在全美範圍裡面 有600個組織 是跟中共的統一戰線有關的 包括了 至少有83個同鄉會 10個中國援助中心 32個商會 13個華語媒體的品牌 38個宣揚和平統一台灣的組織 5個友好協會 以及129個教育文化團體 這些管道分佈在商界 大學 智庫 社會文化團體 華人組織 華民媒體 以及在WeChat上 這樣說 實際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相信都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你說只有600個組織那麼少呢 我就不相信 可能新聞周刊這一篇的調查報導 剛好就能夠察覺到這600個組織 大家試想一下 只是在香港 那些什麼同鄉會 社區組織 加起來也有900多個 更何況是美國範圍那麼大 怎麼只600個組織是跟統戰工作有關 這一大堆的統戰組織 究竟在美國發揮著什麼影響力呢 根據有份撰寫這份調查報告的記者 所說 就說中共是致力於 跟那些留學生 以及華人社群 建立聯繫 號召他們 要為中國帶回知識和技術 而中共還經常呼籲海外華人要忠誠和報效祖國 並且暗示 華裔人士必須忠於中國血統 而不是他們所居住的國家 實情他這一番的說法 就跟某一部分 華僑 他們的行為舉止 相符 住在美國 但是揮舞五星紅旗 立喊熱愛中國 等等 這些我們都說過 就是所謂的離岸愛國分子 說說華僑 又說說新作軍 我們今天也有提過 新作軍到底是否擁有 美國國籍 根據星多日報的報導所說 就說 新作軍在提交給港大的書面陳述裏 就申明了自己是美國公民 對於擔任清華大學系主任時間 兼任黨委這件事就不知情 他還是因為媒體的報導才得知這件事 感到是很大的壓力 校長張祥在會上也否認和公彭以及新作軍認識 好了 只看這件事就知道為什麼他要否認自己黨員的身份 因為對於他入籍美國是會有一個矛盾有一個衝突 他根本上就算是黨員他也不可以認 因為他一認的時候就會註銷他美國公民的身份 美國就規定了所有共產黨員是不可以入籍美國的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要殺有戒事 走出來澄清就是這個原因 而不是有些人表錯七天 走出來說 又說大陸方面都不想搞到港大好像染紅 大陸根本上怎麼會理這些東西 怎麼會關心這些東西 他為什麼要理你那些人的感受 染紅又怎樣 你可以怎樣咬他吃 根本上又不是這件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美國公民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是準確的 那些九流評論 又說 大陸都是要 油泡琵琶半遮臉 他為什麼油泡琵琶半遮臉 這麼大個中聯辦 這麼大的國安委 全部都是黨員 所以新作軍走出來澄清 自己並非中共黨員身份 這番說話 根本上又不是說給香港人聽 而是說給美國當局聽 好了 說回新聞周刊這篇調查報導 他們最後就提到 美國情報官員就認為 北京當局其實仍然都是偏好拜登多一些 老實說 這個傾向 在香港或者台灣 都幾乎人所共知 知不過可能在美國 著緊一半的選民都不知道 北京如果不是傾向 支持拜登 難道支持特朗普嗎 這些是歐巴馬 這麼無知 這麼愚昧 這麼離譜的人 才可以掩著良心 說得出 擺明北京就是不妥 特朗普和蓬佩奧 對他們兩個人就是 恨之入骨咬牙切齒 原來這樣也是一個發言 我以為這些人都知道 但原來 美國很多人是猛然不知 新聞周刊說 北京偏好拜登多一些的原因 就是可能拜登比特朗普 的行為更容易預測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大陸根本上就不需要預測拜登 會將會做些什麼行為 拜登可能私底下都已經通了水 拜登家族和中國的關係這麼密切 還需要預測 你說特朗普就是 難以預測他下一步 究竟會做些什麼 拜登不需要預測 取消關稅 預早大半年 說定給你聽 還需要預測嗎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